去那看一下 超酷的 哈ología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 是一個星期五的日子 以後呢星期五的片子呢 這樣子好了 星期五的片子呢 我們就不要上字幕啦 星期五的內容呢 就稍微一個比較簡單的 像談話的 或者是稍微講一下最近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呢 字幕呢 就比較不是這麼重要了好不好 昨天是禮拜四 那這一次的 DJI 的空拍機 在台灣的發表會 是由連牆所舉辦的 我們也去參加了連牆的這個 空拍機的發表會 那發表是Mavic 2 Pro 那在現場呢 還不錯 我們去了這個成品的這個 信義區的空中花園 然後去看他的這個 去看一下星期 算是去朝聖啦 雖然說上次我已經空拍機 已經有拍過這個開箱嘛 那所以我們是去朝聖一下 然後去感受一下現場 那現場來很多的媒體啊 記者啊 那總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看到的這個內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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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還可以開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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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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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可能 我寧可它是模型好不好 啊 也不錯 啊 啊 啊 我們會已經結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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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順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的 Mavic的一代 那很多朋友都問我說 要不要賣 其實坦白跟他講 我沒有要賣 好不好 啊 啊 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一代還非常的好用 坦白說 Alan哥不太開心 就是 跟原廠訂的貨已經這麼多天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發貨 包含像老爸啊 他也有當天我們晚上在發表會的時候 紐約發表會的同一時間 晚上就已經下訂 都已經付款了 信用卡都刷它 但是遲遲一直沒有出貨 那水貨都已經賣翻了 所以我不太開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把它退訂了 我想說 既然你不急著出貨嘛 那我就先不要買 反正我就再觀察一下好了 先玩玩一代 不急 有需要的時候我會再買 所以呢 利用這個機會我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最近買了幾個東西 我在這邊 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 淘寶上面 買了幾個Mavic的套件 蠻重要的套件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首先呢 這個是 Mavic專門在用的 鏡頭的遮光罩 再來就是你有時候如果光線啊 會產生 這個 對鏡頭呢 會有一些干擾的狀況 所以呢 應該是說畫質 你如果 應該是說如果你有加一些遮光罩的話 像我們相機都會有遮光罩 有沒有 相當於這個 像這個就是相機的遮光罩 這鏡頭前面 加一個遮光罩的時候呢 看起來 它的這個 顏色啊 或者一些成像啊 就會比較好 方向 對是這個方向 跟裝這個 保護罩的時候 是一樣的方式 這樣 裝上去 OK 這樣就遮光了 這樣就遮光了 光線在上面的話 它能夠做一個 遮擋的效果 不過我好奇的是 這樣如果 往前飛的話 速度會變慢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罩子 這會有風阻 這會有阻力 對不對 好 這是遮光罩 第二個呢 是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 收納袋 DJI Mavic 專用的收納袋 我本來要買那個 我本來是要買這個 喔 對啊 一個說明書 我本來是要買這個 收納箱 這個 像這樣子的收納箱 對 但是後來 我買單的時候 忘記放入購物車 寄來之後才發現 奇怪包裹的那麼小 不是有箱子嗎 它收納袋做得還不錯 你看 翻給大家看 這後面是絨布的 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不是只有單純一個袋子而已 把它收進去 那我就可以丟到我的包包裡面了 對不對 這樣子 竖起來 欸 這樣就可以 丟到我的包包裡面去了 對 對 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買了這個 這好像是傳輸線吧 對 喔 這個是傳輸線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來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遙控器 Mavic的遙控器 但是呢 Mavic的遙控器你買的時候呢 它 第一代的時候買了 它只有附 這個 Lightning的接頭 就是給這個 蘋果使用的 我現在很長的時間都用這個 Sony SZ2 那如果我在廢空拍機的時候 我需要用到 Sony SZ2的手機的時候 沒辦法連線 因為接頭不一樣 沒有Type-C的 OK 那現在呢 如果有Type-C的接頭 而且這線比較長 就可以把它換過來 這樣子 我就可以 用Sony SZ2 非空拍機了 而且畫面比較大 我一次買兩條 這個也是一樣的 也是Type-C的 OK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 買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買一買多少錢 不貴 這一條線一百多塊吧 然後 這一個收納袋 好像也一兩百塊錢 然後再來是遮光罩 也是一兩百塊錢 都是幾百塊 很便宜 對 好 最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發布 超酷的 DJI 昨天去參加記者會的時候 的神秘禮物 去現場 這個受邀到現場的人 都會有一份 看一下 超酷的 打開看一下 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等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不可能是空拍機 然後可能這麼好 去參加記者會送空拍機 有可能是一些紀念品 但是是DJI 專門給媒體 哇塞 為什麼打開有聲音 這是哪裡的聲音 我剛剛打開有個聲音耶 再一次 再一次 真的嗎 為什麼打開有聲音 哇 好強喔 再一次 打開打開打開 打開 HU HU 好像是這裡的聲音耶 為什麼他能過知道 欸 他這個感應是不是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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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這個盒子好強喔 原來這個盒子是從這裡面發出來 聲音從裡面出來 這裡面是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 這裡面好像有一些人特別的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封好 太高級了吧 喔 裡面有兩個東西 也是用 喔 兩個東西 這什麼 哇 這個實在是太貼心 光光剛剛那個聲音就已經 把這個所有的dji的fence都融化了 是不是這樣子 好 看一下這個 開箱 我覺得到這個程度 裡面的東西值不值錢啊 貴不貴啊 已經不是重點了 它是一個心意的表現 你知道嗎 哇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 啊 dji的水壺啦 我最近才想說 要帶一個水壺在身上 說因為不要一直 不要一直喝這種瓶裝水 因為這個很不環保 我最近才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說 結果dji裡面就附了一個水壺 太酷了 感謝dji 太棒了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 哎呦 哎 哎 喔 這是什麼東西 紅色呢 該不會是衣服還是外套 是衣服還是外套嗎 看一下 這什麼東西 要怎麼拆 我這樣拆對嗎 哦 一個收納袋啊 一個袋子 一個背包是不是 酷 好酷哦 這剛好出國旅遊的時候什麼 可以當這種小型的背包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跟你說 因為我的 這個背包 我每次出國的時候都帶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背包 出國的時候 把這個背包很辛苦 那如果 譬如說我到飯店的時候 要出去 吃個宵夜啊 或吃個飯的時候 怎麼可能再扛這個背包出去 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帶這種小的背包 所以出去的時候呢 等於是子母包的概念 就是 我大的背包可以放在旅館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就直接可以 背在身上 超屌 超酷 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各位應該都會知道的時候 我平常時呢 是不太那種追求名牌的人 所以呢 我對很多的潮牌 其實我不太了解 我大部分穿的衣服 就是 我覺得這個樣式可以 然後我就可以買 因為我認為 很多時候呢 是在於人 不是在於品牌 最近呢 我在某一條街 買了幾件的T恤 然後那時候 買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特別注意 就是 我買了一件 Spring Me Spring 的 Spring Me的 Spring Me 應該是這樣唸吧 你看我連唸都不太會唸 Spring Me 的那個 T恤 那時候呢 我一直 對這個 品牌 不是很了解 我對他比較了解 就是那個 撒錢機 有沒有 那個鈔票槍 那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 我根本不知道 他的T恤的行情 到底是多少 後來我去這個服飾店 買這一件T恤的時候 我不是只有買他那一件 我買了好幾件 不同的衣服 然後全部一起買單 那所以我真的 忘記那件多少錢 七百塊吧 可是 後來穿上 節目的時候 被 粉絲朋友提醒我說 Alan哥你好像買到假貨 那時候呢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這麼便宜的東西 怎麼還有人要防 這個怎麼是假貨 是真是假 後來我不太知道 後來有第二個第三個朋友 都這樣跟我講 Alan你好像買到假貨了 所以呢 真的很抱歉 在這個地方呢 我要鄭重的跟大家說一下 買髮帽品 這個東西不是我會做的事情 那 我也不知道 市面上有這種東西的 所謂的真貨或假貨 我也不是因為 他這個品牌 我才特別買這件 我只是純粹說 啊這個Logo啊 蠻漂亮的 就是這樣 結果買回來居然是假貨 更好笑的是 我居然穿著假貨去上 節目 拍影片 然後甚至還上了別人電視台的節目 口暈倒 所以我對電視台比較不好意思 我那件衣服呢 已經沒有在穿了 給我們家的狗 當狗店 好不好 所以呢 對大家比較不好意思 這是個不良的示範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怎麼台灣的服飾店 居然還有在賣假貨 這件事情 是讓我蠻意外的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台灣現在買東西呢 可以很放心 不用擔心買到假貨 結果我居然自己也買到假貨 希望當下在購買的時候呢 沒有意識到所謂真貨假貨啦 那 不過我反正就是買到假貨嘛 跟大家分享說有這個訊息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的內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我的微博 還有我的IG好嗎 那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 掰掰